大家好,我是Kyokoです 來到今天我們會繼續說的文型 都是跟Coto有些關係的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Coto ni 前面是動詞的彈形 i的形容詞 na的形容詞加na 它的意思是表示令人什麼什麼的事 就表示說話的人對後面的評價 前面經常會使用感情狀態的詞 例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第二句可能比較多用的 就是 令人驚訝的是那兩個人原來是兄弟 大家看到前面是一個感情狀態的詞 打形 然後跟一個Coto ni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要說的就是Coto ni suru 它是動詞詞出形 わぜないんがCoto ni suru 它的意思是我決定什麼什麼 它是表示說話的人主觀的決定 即是靠自己的意志決定什麼事情 我們看看第一句 今日からはもう甘いものを食べないことにする 就是我決定由今天起 不再吃甜的了 這句話應該很適合每天都說想減肥的朋友用 在這裡看看 如果是一個ている文型的話 即是ことにしている 表示個人的習慣 就堅持著什麼什麼 例子是 前日6時に起ることにしています 我是堅持每天早上6時起床 或者是表示 我就習慣每一早6時起床 的意思 好 今天就很簡單說這兩個文型 明天會繼續說 Coto字頭開始的文型 詳細就明天再分享 如果你想找生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想看多些日本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如果想找文法 和背這個生字卡的影片 就可以看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拜拜